換句話來說 你有尼古丁在你身體裡頭 你的複雜感神經就會什麼呢 就會偵測到你是否有疾病 然後是否過度發炎 然後把這個發炎壓下來 就不會死於這種互聯監的這種所謂Cyto-Kine Stop 就是說 我再重複一遍 這個黑死病 最近SARS這些病人死的原因 不是因為這些病毒 這些細菌產生毒素 而把我們毒死 而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身體在對抗一些進來的東西的時候 過度我們要產生大量這種什麼呢 這種Cyto-Kine 所謂的細胞體素 這些細胞體素多了什麼的地步呢 多了把我們整個身體滑住了 把它掩蓋住了 掩蓋住以後 一瞬間就死掉了 那它能夠掩蓋我們的身體 就是因為我們的護照感神經 這個感受到Cyto-Kine這個接種的 Receptor 失照了 就說 沒有這股病了 所以 尼古丁會有救援的名字 雖然尚尼有害 不許因為尼古丁 是因為它很多TUPS 都遭遇了 所以還不是尼古丁 但尼古丁本身不好 尼古丁是非常非常什麼呢 非常非常尚名 很容易尚名 那講這個故事呢 我要現在跟你們講的整個 所謂癌症生物神經法 是非常非常有關係的 我講這些東西告訴你們 我們講的東西不是空架的 就是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數據支持我們 然後到現在在實驗室頭 甚至把這個Receptor 把它拉出來 繼續看 喔 就是尼古丁 所以呢 如果尼古丁是不夠的話 你就不少的 你很多塞兜苔在你的身體 然後你淹的鼻子 你就不少的 就簡單來說 我們有這個淹霧感應器 淹霧感應器 後來就少它就沒有淹 那這個淹霧感應器在我們身體上 在我們身體上 就是這個Receptor 這個Receptor 是裝在什麼地方呢 最重要的點點 裝在哪呢 裝在我們的 護照感神經的最尖端的地方 所以呢 萬一你護照感神經給破壞掉了 或者沒有這個Receptor了 那麼整個房子充滿了煙霧泥漫 你還不曉得 當然就在這裡去死了 對嗎 這些都是 這些我剛才講的話 都是已經有很好的實驗 臨床的結果 很好的 那是說這樣吧 不許今年 不是明年 做了一陣子 滿好的 OK 那 掌握這故事後呢 我就回到我的原來要講的故事了 就是什麼呢 癌症的房子的新方法 原來 癌症的房子的新方法 就是因為我剛才說的一些臨床的結果 我夫人間 大家馬上都看到一個非常大的希望 喔 原來是有接摸好上帝 有接摸好一個手給我們去預防這些塞兜坎的 那如果我們好好地利用它 我們可能 而且非常可能 會搞定一些我們最傷老的一些疾病 就是癌症的 老化跟過敏 OK 那 沒關係 我一步步一步來講 講一句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 不曉得你們 有沒有興趣 那 有興趣的話呢 我就慢慢講講給你們聽 share一些我們在學術方面的心得 看看怎麼跟臨床的結合在一起 那 首先呢 可能先從結束話開始 Nuclear Factor Kappa B Nuclear Factor Kappa B 從這個東西開始 當然理由經過很多 很多變這個話 這個東西 那怎麼樣呢 這樣子說 原來我們的身體都是細胞 當然都是它的細胞 那細胞 你仔細看的話呢 裡面有這個細胞核 也有個線力體 Mitochondria 然後這個都泡在什麼了 它會在整個 所謂 這個 細胞脂 好像湯一樣 然後這個細胞就是細胞 由細胞包起來 包起來 讓裡面有些湯 湯水水的 湯水水的 讓它有一些 這個蛋白質很出名的 就是所謂Nuclear Factor Kappa B 就是細胞 那這個蛋白質 那平常呢 這個蛋白質什麼呢 好 先看看這個Nuclear Factor Kappa B 這個蛋白質啊 平常呢 會藏在這個 cycle 這個蛋白質啊 就是細胞脂肪 它不動呢 它用來把它綁住 它反而不做任何的反應 所以這個蛋白質 當你把它喚醒的話 當你叫做什麼喚醒呢 你把它吵醒的話呢 吵醒呢 它在兩個 兩個鐘頭內 什麼吵醒呢 就是感染 感染 你吵醒以後呢 跟兩個鐘頭內就馬上跑到哪裡呢 跑到剛才說的細胞的核心裡頭 或者是跑到細胞的這個腺力體裡頭 它馬上兩個鐘頭內就跑了 跑到這裡幹什麼呢 起一切的所有發炎的過程 就是說你感染以後 兩小時 Bething two hours 這個抗發炎的過程就啟動了 那怎麼啟動法呢 這個蛋白質啊 它為什麼跑到我們的這個細胞的核心 或者是Metoculture去呢 因為我們身體的所有整個什麼呢 整個的精英體都在這裡頭 你知道我們所有的一切 包括我們所有的物體 包括我們所有的結構 除了吃進來東西之外 自己身體製造的話呢 都把它放在一個密碼 一堆密碼裡頭的十一個密碼 那十一個密碼呢 一條長長長長長長長 十一個密碼放在裡面去 這些密碼呢 就放在細胞的核跟脈筆寬的核心 就在我寫意體上面 好了 當你有外面的因素 把這個平常躺在裡頭 動的東西把它吵醒了 兩個鐘頭內 它就會跑出來 捏在什麼呢 捏在這個我剛才說的精英體上面 捏上去 捏上去幹什麼呢 它要 它少得 很奇怪 身體這麼長 它少得這麼長的基因體頭 哪一段 哪一段跟它有關 哪一段跟它有關 大概四百段 所以一段是很多人的基因 它少得哪一段跟它有關 它就捏在這一段上面去 然後在一個所謂coactivator 在另外一個人幫忙上面 一個分裂幫忙上面 它就把這個捏上面 這些精英體把它copy出來 把它copy出來 這次會transcription 把它copy出來 為什麼copy出來呢 因為它要這些代碼 這些copy出來的東西 可以跟我來打仗 你知道嗎 它少得外面有敵人進來 它本身不打仗 再揪嘴巴 反正不打仗 它就找什麼呢 找些能夠打仗的這些人出來 來什麼呢 來去打仗 有敵人來打仗 所以它捏上去以後 很多東西都copy出來 大量的copy出來 copy什麼東西出來呢 copy東西出來 大部分是什麼呢 稱呼為Sytocard CYTOKIA Sytocard 中文稱呼為 細胞極素 它把它都copy出來 這些細胞極素 Sytocard 包括我們最貴重的其中什麼呢 Nuclear 不知道為什麼 Tumeneucleositec Alpha 這些就是Sytocard 一種 總之來說 一有東西沒有感染的時候 它乖乖地躺在細胞裡頭 完全不動的 好啦 一有東西一引起它了 急發它了 它就馬上那種核心頭類 就跑到它的細胞裡 把基因體裡頭去把 它需要的那種來做這樣的一些東西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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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個copy出來 我跟您講的話 講起來非常簡單 就是經典 蘿茨加三個 你們這些三個 就是看著這些 copy copy 出來了 copy出來以後 那些部位我有寫了 Sytocard copy很多 它有十百多個 copy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啊 為什麼copy這些東西出來了 這些東西的用來是什麼呢 對付入侵的 我換個來來說話 我再重複一遍 萬一我們的身體有外面的東西 入侵 入侵包括細菌 病毒 或者說一些 譬如說 滋癌物品 進到我們身體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把這顆東西吵醒 吵醒兩個鐘頭內 它就跑到我們的細胞裡頭 把這一堆這些所謂的細胞極素 把它copy出來 copy四百多多 那這些細胞極素啊 它每一個它有自己的功能 它有什麼功能呢 它功能就是看著把這些壞事的物質 把它傷化掉 然後呢 這個功能就會把什麼呢 把一些環璇球 把它變成另外一個形狀 原來這樣 原來你們都曉得了 我們並靠白雪球來防範 原來這個畫面有對有錯的 原來我們身體呢 每個地方都住了好多白雪球 提姆斯特 放了結尼 這些白雪球呢 它本身一點動作都沒有了 它不能做任何東西的 好像我們阿賓哥 我們很多阿賓哥住的結尼 它只有手臂而已 它沒有武器的 它沒有槍炮 沒有子彈 它沒有武器的 那試著什麼呢 試著這些細胞胎子 把這個什麼呢 把白雪球啊 變成 變成了 變成什麼呢 變成質質細胞 Metrophage 大家聽說過 質質細胞 質質 質質細胞 Metrophage 它是他們把它變成什麼呢 變成Metrophage Metrophage呢 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阿賓哥離給它 子彈 給它 很好的 OK 是這些Metrophage 就是Metrophage Trip Attack 是攻擊什麼呢 攻擊這些 入侵的敵人 白細胞本身是 沒有這麼大的功能 是完全是你欺負它 把它 就是命令給它 你可以打 不打給命令 別再暢套給它 就是對付自己人 對嗎 好